这位匈牙利医生Ignus Semmelweis是在1818年7月1日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当他在19世纪中于维也纳担任医职的时候 有一个被称为产入热Puriparal Fever 也称为产后感染Postpartum Infections的疾病正在欧洲蔓延 也让许多刚分娩的产妇因此死亡 而Ignus Semmelweis 医生经过细致观察 证实了产入热是由于接生人员的手或器械受到污染传染产妇引起的败血症 于是他提倡使用漂白粉容易消毒接生人员的手和器械 后来采用这种方法的医院产入热死亡率显著减少 不幸的是当他提出医生接生前要洗手时 冒犯了所有接生不洗手的同行而无法在医学界立足 因此在当时他的结果其实并不算太好 最后甚至被送去精神病院 不过在几十年后 他的洗手降低细菌传染理论获得了许多证实 甚至世代相传到现在 随着COVID-19在全球疫情不断蔓延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除了戴口罩降低与他人接触等防范措施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勤于洗手 那要如何正确的洗手呢 谨记七字绝内外加公大立万 内搓揉手心 外搓揉手背 加搓揉指缝 公搓揉指背与指节 公搓揉指背与指节 大搓揉大拇指及虎口 立搓揉指尖 万搓揉至手腕